这关注的是美国纽约州水牛城 有一间大型的超市 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发生了严重的重大枪击事件 目前已经知道有10个人死亡 而枪手已经落网了 他的画面也曝光 当时他就身穿了一些 白色的病人服出庭 不过他非常年轻 只有18岁而已 外媒报道说这名枪手 他其实是住在纽约州的康克林 不是住在水牛城这个地方 因为从康克林这个地方 开车到水牛城 还要数个小时 所以他就特地从自己家里头 开车前往水牛城这边 在当地时间大约是14号的 下午2点半左右 走进一处非洲异社区的超市 进行大规模的枪击 而且整个犯案过程 他还刻意使用直播分享出去 而目前研判这是一起 种族的仇恨犯罪 凶贤疑似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当时犯案的时候 凶贤还是全部武装 身穿着军服 布枪上还凸写着 仇恨非议的恩字藏皇 大批警力包围平静小镇 滥杀超过10人的18岁青少年枪手 当场落网 枪手没有反抗 立刻向警方投降 但是目击者描绘了 当时冷血犯案急诊的过程 這名槍手先朝停車場四個人開槍 隨後進到超市朝保全及其他人開火 槍支上甚至寫髒話 槍擊的十四名被害者 有十一名是非洲裔 而警方認為嫌犯是一名種族動機的 暴力極端主義者 他為了犯案開車三百二十公里 前往水牛城 甚至直播作案過程 槍手被捕後 先生法庭警方證實 他是一頭捲髮十八歲的 白人青少年詹德龍 他在法庭上戴口罩 身穿醫院的病患服裝 但是犯案動機目前還在釐清 不過當地檢警單位已經表明 證明白人至上主義者 應該要在監獄中度玩餘生 記者綜合報導 國際的焦點趕快來聚焦 俄烏正式已經進入八十一天了 俄軍仍然持續炮轟馬利波的 雅速鋼鐵場 在裡頭死守的烏軍家屬 在基辅交代的記者會 向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求救 希望他能夠居中調停 烏克文副總理也表示說 儘管談判很困難 不過鋼鐵場內 還有很多受重傷的民眾 讓鋼鐵場內的殘軍 能夠平安地撤離 俄軍持續炮轟馬列波的 雅速鋼鐵場 內部有不少烏軍仍然堅守在內 守軍的家屬14號 在基辅召開記者會 紛紛向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發出緊急請求 希望他能居中調停 讓受困的烏軍能平安撤離 這些家屬深淚居下地表示 鋼鐵場內部已經沒有存糧 藥品也所剩無幾 生活條件有如人間煉獄 雖然烏方傳出要以俄國的戰斧 交換鋼鐵場內的商兵 但是談判到現在任務結果 而俄軍的特別軍事行動到現在遭遇不少重大挫敗 在哈爾科夫已經被烏軍逼到節節後退 不過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承認 在烏東頓巴斯的局勢仍然十分嚴峻 不過烏克蘭的軍情局評估 戰爭八月份將會出現轉折點 預計俄軍在年底前就會戰敗 記者綜合報導 芬蘭總統14號親自打電話 打給誰 打給普丁 告知家要申請要加入北約了 普丁表示說芬蘭結束軍事中立的政策 是一場錯 而芬蘭國會預計在當地時間15號 通過申請加入北約案 而且在下個禮拜要正式向北約來遞建 不過土耳其近期就指控說 芬蘭是恐怖組織根據地 記上指控可能會導致芬蘭加入北約會申變 榴彈炮猛烈發射引起鏡頭晃動 歐雙方僵持不下 軍事專家認為 俄軍如果想突破重圍 勢必得阻斷西方軍援 其實目前不只戰地腥風邪雨 外交戰場上也正上演一場攻防 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勢在必行 芬蘭加入北約的決定 引起俄國劇烈反彈 普林表示芬蘭結束軍事中立將會是一場錯誤 不過芬蘭的北約之路恐怕也不容易 因為還必須獲得北約成員國一致同意 土耳其總統發言人表示 他們並沒有剝奪兩國入會的可能性 只是希望藉由談判在恐怖主義活動上取的共識 而芬蘭外長則再次表達必須加入北約的苦衷 芬蘭國會預計15號會以過半票數通過 申請加入北約案 政府會在20號之前向北約遞建 而土耳其甚至其他北約成員是否點頭 將成為芬蘭和瑞典的入會關鍵 北韓疫情持續惡化 當日新增將近30萬人發燒 死亡個案也多了15人 從4月底到現在 已經超過了82萬人出現了發燒的症狀 42人發燒死亡 由於北韓是缺乏了篩檢機制 實際確診人數 恐怕遠比這發燒人數還要來得多很多 政家很擔憂 如果疫情持續擴散的話 會發展出平壤變種 當疫情持續猛爆領導人金正恩 現在口罩天天不離身 最近單日新增29萬6180名發燒病例 死亡個案也再多15人 累計42人死亡 從4月底至今發燒個案 更突破82萬人 其中49萬人痊癒 32萬多人還在治療中 特別的是北韓官媒 一律使用發燒者來稱呼 主要是因為北韓缺乏 新冠篩檢試劑和設備 根本無法準確驗出 確診者 只能把發燒的人全部隔離 但無症狀的人恐怕還有更多 政家擔憂 若疫情持續失控 可能出現所謂平壤變種 但北韓從全球爆發疫情以來 就持續鎖國 政家推測病毒可能是四月中旬 從大陸邊境突破而來 不過金正恩依舊推崇大陸的清零政策 親自下令效法 顯然競爭此刻比起接受外部援助更偏向封鎖清零政策 但專家警告北韓沒打疫苗 醫療條件又差 可能會造成10到20萬人死亡 會過幾週前 北韓大肆慶祝 許國歡騰 不戴口罩的景象 不過數十天就被病毒攻佔 疫情又快又猛 殺得金正恩措手不及 接著綜合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